那这些合同纠纷如果按照那个案例的判决来说 我们这些根本就不能用瑞靠去提高 就是12月底的时候 对方的就是检方的一个motion里边的应答当时的原文 也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一直强调我方是诈骗金融诈骗犯罪 一直到12月底 直到1月初突然改换门庭了 对吧 成瑞口犯罪了 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打的核心要点 我方律师在强调一个点 就是既然你们从头到尾 从提高书第一天315就说我们是诈骗 那么一直到12月底还是诈骗 新版提高书的核心 这个人这个内容的核心 换汤不换药 还是金融相关诈骗相关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绝大部分的提高 我们如果现在回想的话 GTV私募 然后包括G Club的创始对吧 然后让大家买卡 然后包括这个呃 就是农场当时借贷项目啊 这是关于这个合同相关 咱要签个合同对吧 GTV大家签合同了吗 然后G Club卡买的时候签合同了对吧 农场借贷更签合同了 关于合同旅行纠纷不是我方律师自己猜度的 是找到了例证的 那一个案例里边明确说了 当它涉及到合同纠纷的时候 那就是郭先生有一个对于合同本身的表述 那检方认为你的表述和你事实上旅行合同是相违背的 因而涉嫌诈骗这样的一个解读 这可以 但是呢 关于合同纠纷本身 并不能在那个案例里明确说了 并不能作为RICO的相关考虑项 那换句话说 咱从头到尾都是检方挖出的合同纠纷啊 那这些合同纠纷 如果按照那个案例的判决来说 我们这些根本就不能用RICO去提告啊 所以我方开篇名义就说了 感谢您一直在用个叫金融诈骗来起诉我们 对吧 你虽然最后换了 但是换汤不换药 法官大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接就close了 RICO相关根本不能接受